有港姐之母之称的前TVB香港小姐副统筹经理陈子莲Rossa 在8月17日因癌症病逝,享年72岁 9月11日,陈子莲在香港红刊世界殡仪馆摄灵 一众在陈子莲辅助下进入演艺圈的前香港小姐跟香港先生 包括朱玲玲、胡信儿、卢淑怡 陈英美、郭县尼、陈法荣、向海兰、周家卫、宋西年、陈信贤、袁伟豪 都有现身殡仪馆致绩 而在老公李克勤陪同下到场的卢淑怡更是难言悲伤痛哭 我认识了45年,45年的77年卫生 其实今年是我入行20年,我亦选了党者20年 对Rossa的印象是 她每次见到我时,她都会用她很暖的手捉住我的手去问候我,问我的近况 其实选江仔的事也是,因为她是很保护我们的 我觉得Rossa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做到像她这样的 好像妈妈这样的 好像她将她的一生奉献给香港小姐这四个字了 所以觉得很遗憾是最后的日子没有机会跟她见面 另外,陈子莲的家人连同退役香港小姐专属慈善机构 慧妍雅吉的主席曹敏丽 还有慧妍雅吉荣誉导师王艾伦 还有前TVB公关部负责人曾醒明 一早到达殡仪馆打理后事 并透露陈子莲的生前遗愿 一直知道Rossa不舒服的时候大家都会聊天 希望她快点回家 就算她离开了我们,我们也很不舍得她 因为她也看着我们有很多女生打 她对我们来说好像妈妈一样 Rossa两个星期过生前都和我们谈过 她想以后如何安排 她也说今天所有的白金 她会捐给三个慈善机构 母方搶尾香港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